好那当然接下来再往下看 现在关于具体的这个请求跟响应 他们说完了 说完之后呢 再来看cookie跟session flask里面也会有这样的 你既然做fib的话 你肯定就可能离不开cookie跟session这样的概念 有没有意思吗 所以夸大一般都会碰到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flask当中所具对应的cookie 我们先来看cookie 对应的cookie应该怎么来进行 设置或者是读取呢 怎么来进行设置或者读取呢 首先先来看设置cookie 要想设置cookie的话 那离不开在构造的想用对象当中 需要在想的对象里面 有一个方法叫做setcookie 那既然是想用对象里面有一个方法的话 如果你还通过原始的方式 通过这样多值返回 那你实际上是够不到那个响应对象的 你只能回来使用什么呢 使用make a response的方式 先把响应对象构造出来之后 我再直接进行setcookie设置 能听出这个意思吗 能听出这个意思吗 或者说啊 或者说是 说到自己一点的话 或者说是对比一下 返回多值跟你直接构造一个response 等于make a response 然后你再return response 它的区别在于哪呢 区别在于上面返回多值的时候呢 是由flask帮助你利用这种make a response方式 给你构造好的一个想用对象 给你反过去了 而底下的话是你自己来进行构造的 能听出一个意思吧 而设置cookie的那个东西的方法 setcookie的方法呢 它只在享用对象当中具备 那既然在享用对象当中具备的话 你就必须得提前自己先把享用对象拿到 然后你再进行调用才可以 能听出这个意思吗 所以设置cookie的话 你只能调用这个make a response方式 然后再来进行set 能听出这个意思吧 就得是这么来进行操作 那setcookie这个方法的话 就跟之前你在张购路里面 说cookie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没有什么区别了 就是setcookie 然后呢 一个cookie的名字 跟对应的cookie的值就可以 能听出意思吗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我把setcookie的部分拿过来 好 这是关于cookie的 我需要导入一个make a response 这个make a response也是在flask的这个包裹当中的 我们把它导过来 导过来之后呢 我们要设置一个cookie的名字叫做user name 然后它的值叫什么呢 叫itcast 然后咱们来进行访问一下 好 我们应该对应的是cookie 那个路径 是叫这个吧 就是叫cookie 这个路径 然后咱们敲一下 设置进来之后 咱们把它点开 看一下我的cookie当中 当前这里面 是不是应该得有了一个user name 它的值是itcast吧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了 好 那这是刚才我们来说的 你就通过这样方式的视频 那如果说 你按照刚才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设置的时候 cookie的有效期呢 有没有发现 cookie有效期提到过吧 他如果你没指明 那他就是临时cookie 你对应的夜一关 他就失效了 日乱期一关就失效了 如果你想自己设置有效期的话 你在setcookie当中 多加一个参数叫做maxage就可以了 而maxage代表是 你要去设置的秒数 跟之前张罗当中是一个道理 那就这意思吧 这我们就不再给大家进行演示 好 那读取cookie呢 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下 设置cookie cookie 设置 相当于是setcookie 那读取cookie呢 刚才咱们在是不是说提到过 所有东西都放到了require对象里面了 那在require对象当中 就有一个cookie 这么一个属性你可以通过他来进行读取 我听说这意思吧 所以应该是request dr cookies dr get 就可以往外面进行读取 那我们把它也拿过来 好 我需要一个require对象 通过require对象当中 我们要把user name拿过来 user name拿过来之后呢 我现在就直接把user name 直接给他返回到前端了 所以咱们直接重新启动一下 user name之前 咱们存的是itcast 那我们现在来直接访问一下 我们刚才的路径呢 咱们写的叫做getcookie 好 你看一下 我这个itcast叫做user name的cookie的值itcast 是被我们拿到的吧 我给他翻到后清单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 然后紧接着带来说 删除cookie呢 删除cookie呢 是在响应对象的时候呢 要用deletecookie就可以了 那就这意思吧 删除的时候 我就不再给大家进行演示了 删除 在response到对象当中 我在这里写一下吧 response 对象的 那关于cookie呢 我们就跟大家去说完了 说完之后 你再说一个额外的东西 你有没有去想过 说cookie的话 它是怎么放到冷卵器里面的 就是这么想啊 你当你执行第39行的时候 setcookie的时候 这是怎么在浏览器当中 把数据给保存下来的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想过 哎 你一个setcookie 哎 浏览器就就认 浏览器认什么 浏览器 它只认报文吧 只问 只认这种数据报文 能明白意思吗 所以你的setcookie的这个方法啊 你想一下setcookie这个方法 为什么我们是说在响应对象当中 才有setcookie方法呢 原因是setcookie的方法 肯定去修改了响应报文了吧 他一定是在响应报文当中 哪个地方去做了手脚 告诉浏览器 你要给我存一个cookie 那就这意思吗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我再回到咱们刚才 回到刚才的话 我这个cookie的这个路径 是来设置cookie的 我们再访问一次 看浏览器当中 去追一下 cookie 好 这是刚才我们进行的响应吧 进行的请求吧 我们把它点开点开之后看谁 看响应的responseheader当中 看responseheader当中 这个地方是不是多出来一个响应头啊 叫什么 叫setcookie 对应的是username跟值吧 所以你现在发现这个cookie的设置 虽然有一个方法叫setcookie 但实际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吧 就是他给你多补充了一个响应头而已 能听出这意思吗 所以你现在再去理解 为什么我们设置cookie的时候 是要在响应对象当中去调方法呢 因为他是在响应对象里面 通过响应头的方式 跟浏览器沟通cookie的 能听出这意思吧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也跟大家说完了 说完之后 那再问大家一下 我们再来问一下 问什么东西呢 这个删除cookie啊 你说删除cookie会不会有一个删除cookie的方法 会不会有呢 好 咱们来看一下 那我现在就把删除cookie东西拿过来 我们就调一下 删除这个cookie 我删除这个cookie的话 是不是够带一个想象对象 然后执行的是deletecookie的方法啊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我要去访问的是deletecookie这个路由 我打访问这个cookie路由啊 我先让我的代码重新启动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 然后咱们来看一下 我直接访问deletecookie 然后咱们把这个请求点开 点开之后 你看一下 他在告诉浏览器删除的时候 给浏览器的响应里面 有delete的那个方式吗 没有 他永远就只有一种方式 就叫做cookie 那你说你不是要删吗 删是删 只不过设置有效期不都可以了吗 你没有办法命令浏览器 说你现在立即给我删掉 你办不到 你只能告诉浏览器 给我保存个cookie 那现在我要想删怎么办 那我给他的有效期 给你设早一点 浏览器自己发现的过期的时候 自己就清了吗 能听着意思吗 所以你发现 有的框架 它的deletecookie的方法呢 是给你设置到你的前一秒 或者前一个小时 像plus框架给你设置到了1970年了 你到现在来说肯定过期了 浏览器发现你要用的时候 它自己就清掉了 能听着意思吗 所以这是deletecookie的方式 好 那这个东西 我们关于cookie的部分 也就跟大家说完了 那这个东西